我小朋友現在是小鹿 學校由3月開始補課 一個星期補3T TSA的練習就每年都買了 我記得我小三的時候 全年真的做了20次一T 其實他從小到大一要做TSA 尤其去到高年級 他已經皺眉頭了 我覺得又做了這樣的事情 在25分鐘內 他要做4個parts的Reading Comprehension 加一個你要求的30字的作文 是很急的 他當年是扔筆 還有試過連續三個月 每天都頭痛回不了學 因為二年級開始 已經有做這些補充練習 我也有跟學校反映過 為什麼其實這麼小時候 要做這些練習呢 其實不是一個基本能力 講到Encyclopedia的 Encyclopedia Containing Articles Knowledge Particular Subject Use Arranged Alphabetical Order 小一 如果這個是家長 他就會覺得 就是少得要學的東西 我學問見到我自己小朋友 在學校裡面的寫作 是不是只是寫樓室 寫四間漫畫 當然不是 我契成一句 不如你寫一下 Diary 你寫一下多些故事 不是四間漫畫形式的故事 學生只會有很高能力的應視技巧 他不是真的在語文上面 是你幫他團職做些什麼的 詞彙 或者是感受 或者是對文章的喜好 絕對是不會有 對文章的 包括他們做的練習 做的功課 要學生做到的速度 他們全部都是向著 面向著TSA來做的時候 這些小朋友 我絕對是見不到 愉快學習出現 我真的嚇得人怕 我真的嚇得人怕 這些